將焦點轉到韓國 韓國一名20歲的正妹直播主趙瑞黎 他在IG上有15.8萬人追蹤 而他的直播平台上也有百萬關注 沒有想到趙瑞黎最近 他就在他自己的IG上面 PO出了一段門前的監視器畫面 透露說自己遭到跟蹤狂性侵 而且目前已經將監視器畫面交給警方處理 綜合還沒報導 趙瑞黎18日在IG的現實動態上 PO出9秒的門外監視器畫面 而畫面中顯示 有一名男子躲在趙瑞黎住處的門外 但趙瑞黎將門打開之後 他立刻上前將他推進屋內並壓制他 事後趙瑞黎在直播上還原當時的情況 他說自己打開門時 對方就突然衝出來 反應過來要大喊救命的時候 就被對方捂住嘴巴 最後遭到推倒在地 之後他在屋內經歷了一些 很可怕的事情 這很難在Instagram上面說明 趙瑞黎說 他已經將監視器畫面交給警方了 而這段影片也被確認 並非捏造 並且已經列為證據 目前警方還沒有掌握襲擊者的身份 而報導指出 從2019年到2023年6月的5年當間 首爾已經發生了246起 針對獨居女性的入室性犯罪 Youtuber低能林他時常PO出與生活相關的影片 而他日前到全台最有錢的Youtuber 也就是超哥新開的鐵板燒店來用餐 沒有想到卻突然被報警趕離 他只好拿著點好的食物站在店外 低能林昨天在IG上傳限時動態表示 他到中和品嘗超哥新開的鐵板燒 沒有想到吃到一半就被超哥請出來 只能拿著食物站在店門口 感嘆被超哥趕出來了 而低能林也在限時動態附上遠景 站在他們身後的照片表示警察一起吃 而網友上傳到PTT後也紛紛留言 警察是在保護你們 還好只是請出去不是請吃超派鐵拳 麥當勞近日與日本人氣動漫獵人展開全新的聯名合作 但是沒有想到卻因為贈送多位KOL全套的卡盒被沿上 而其中美妝網紅許悅 他過去曾被封為是景美女中的笑花而走紅 沒有想到他如今卻因為善笑動漫的角色 甚至還在開箱影片中語帶輕挑的寫道說他沒在看動漫 而遭到大批網友的抨擊 而對此他也緊急刪文並且發文道歉 許悅收到獵人全套的卡牌 開箱卻說沒在看動漫 還問誰是小潔嘲笑小潔長得像原子小金剛 將珍珠美人魚中的露雅與比斯吉進行不恰當的比對 遭到大批的動漫迷氣氛炮轟 他起初不認錯還挑釁笑回 大家都好認真 最後卻悄悄刪文 而面對持續的輿論壓力 許悅終於在22日深夜發文道歉 在沒有做功課的狀況下 做了不妥當的發言與回覆 雖然沒有看過獵人也不應該貶低或嘲笑別人的喜好 甚至覺得收到公關品理所當然 應該去理解並尊重每個人的興趣 謝謝大家給的建議與回覆 真的很對不起 有網紅因為沒看過獵人 收到全套卡包失言而被炎上 男星黃紅炫鬧他就坦承說自己也沒有看過獵人 不過自己收到了168號的卡包 他就說自己打算要辦抽獎活動 來送給喜歡獵人的粉絲們 黃紅炫在IG上貼出現實動態 感謝麥當勞送他獵人全套卡包 影片當中沒有說話也沒有其他評語 只有錄下卡包的樣貌 而他也在Tray上面發文表示自己因為沒有看過獵人 所以想要送給真正喜歡這部動畫的朋友 要從留言區抽出一位幸運的粉絲 送出整組卡包 天文發出短短幾個小時已經有超過7000名網友留言 而且留言數還在持續飆升當中 有人留言說拜託抽我 真的是我自己喜歡的動漫 也有人留言說看來就是台灣版的貪婪之道 而麥當勞與獵人的聯名 預計從10月23日起至11月19日 推出8款期間限定的聯名包裝 而到11月12日之前 只要購買任意餐點加價89元 還可以獲得獵人的角色盲卡包 每包內含4張隨機角色卡 一共有24款各式經典人物 以及一款極限量的隱藏版 全台限量30萬包 麥當勞跟獵人合作推出了聯名商品 卻有部分的網紅因為失言而遭到粉絲言上 不過網紅福爾斯廷就發文評論這件事情 他跟逆風力挺 覺得麥當勞這次公關品的行銷超級成功 針對部分網友提出麥當勞隨意寄送公關品 未做功課等質疑 福爾斯廷表示自己完全持不同的觀點 甚至認為這次麥當勞的公關行銷超級成功 他強調這次的活動不只引起外界廣泛的關注 甚至讓不熟悉該聯名系列的消費者 也開始認識這些商品 而且麥當勞在臉書及Tracks等平台 戳出150組公關品送給觀眾 讓他增加對這個活動的好感度 台北市內湖區東湖市場在17號晚間 有一名15歲的曾姓少年 他當時趁著外公外婆跟出國的時候 偷偷的拿走了這個外公的 都旅車的鑰匙並且把車子給開出去 沒有想到卻撞進了當地知名的臭豆腐店 並且造成了三死兩傷的意外 而外公在昨天返國之後呢 他道案說明 他就說自己在出國之前呢 已經把這個鑰匙他放在很隱密的地方 不知道自己的外孫居然會把鑰匙給拿走 外孫都沒有跟他說 而他也表示說自己會向死者的家屬道歉 我們簡單講一下就好了 對 簡單回應 我現在都不知道 台北市一名15歲的曾姓少年 17號偷開外公的車 最後失控撞向店家釀成三死二傷 引發大眾嘩然 如今此案關鍵人物少年外公 終於回臺病道案說明 警方先前表示 若少年肇事前取用車輛獲得外公同意 外公有可能背負連帶過失致死責任 我知道孫子拿走你的鑰匙嗎 由於少年偷車外出時 外公已經出國 因此經警方判定其使用車輛 與外公因無因果關係 不過按照法定程序 對當事人仁虛導案說明 故檢察官會以證人身份 傳喚外公 昨天下午外公現身 向警方說明前一問三不知 但經過一小時的檢訊後 面對記者詢問 他表示 我跟外公 遺症的那個 我說我都後來 已經遺症的遺症 外公你知道外孫 拿走你的鑰匙嗎 我不知道 所以他是偷拿是這樣嗎 他都沒跟你說就對了 對 他都沒說都沒說 對於外孫開自己的車 奪走三條人命 外公則回應 你問一下 我們三個人死亡 要他道歉嗎 同樣是社會消息 台北市中正區的 凱達格蘭大道 昨天下午發生了一起事故 原輛公車在行駛的途中 突然故障 他的右前輪當場噴飛 還砸凹了停放在路邊的自小客車 車尾被砸出了一個凹洞 警方獲報之後道長協助交管 索性並沒有人員傷亡 公車開到一半 車身突然向右抖一下 接著冒出白煙 盡視輪胎噴飛 你抱胎啊 我就抱胎 你別輪子的樣子 我愛我愛 台北市中正區凱達格蘭大道 昨日下午發生一起事故 一輛公車行駛途中突然故障 右前輪當場噴飛 雜凹停放路邊的一輛自小客車 車尾被砸出一個凹洞 警方說明 無姓男子駕駛民運公車時 因右前輪軸斷裂 致使右前輪胎脫落 鄭重零姓男子停放路邊的自小客車 而無難的九側直圍林 所幸無人傷亡 警方也呼籲駕駛人平時 應該定期保養檢修車輛並檢查基建 避免車輛出問題以維護交通安全